Hello 大家晚上好 那周日的晚上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题目 一道英语的这个阅读理解题 它是Leak Code的824题 叫做GoLatin 然后它的这个难度是easy的难度 那么过去半年呢 只有FB有考上过这一题 然后我们认为它其实这个题目相关的topic 就是String 就是字不串了 那为什么说它适应到这个英文的阅读理解题 其实你看到就是它这个题目本身的意思挺冗长的 但是你只要把这个意思去贯彻执行了 就会发现它就是叫什么 谜底就在谜面上那种感觉 我们具体看一下题目的意思好不好 它说给你一个sentence 然后呢这个s是怎么样 是由不同的这个words组成 不同的单词组成的 然后呢它中间是以这个空格作为这个分格 那么每一个单词呢都是这个小写字母 好然后呢 小写字母或者大写字母 对对对 好然后它要让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就是把这个句子转化一下 转化的条件呢就是有以下三个 它说有一个rule of gold latin 好那看到这三个具体条件呢 首先第一个说如果一个单词它是由这个原因开始的 也就是aeru开始的 然后呢就把ma加到这个单词的后面 比如说apple它是a开头对吧 a是原因那么就变成a后面再加上ma这样子 好这个是其中一种情况 那另一种情况如果它不是原因啊 如果它单词是consistent 那么就是不是不是不是原因 那么就怎么样就把这个第一个这个字母呢 去把它remove掉 然后加到就是这个单词的后面 并且呢再加上ma 好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再往下看 第三个条件是说要加a 但是这个a怎么加 注意加一个a在这个单词的后面 然后从这个一个a开始对吧 然后这它说什么意思呢 add one letter a to the end of each word per its word index 也就是说根据它这个word的这个index 来去加这个a的个数 那比如说我们看到第一个单词的话就加a 那么第二个单词就加a 依此类推 好 那其实它把所有我们要做的事情都已经告诉我们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具体的例子啊 就比如说这I speak Latin 然后呢它发现I这个是什么 I是原因对不对 I是原因的话 所以后面加一个ma就是这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好 那加了ma之后呢 因为它是第一个单词 所以再加一个a 那speak这个s呢它是非原因 非原因的话就需要把第一个字母移到这个单词最后面 也就是移到k后面 k后面有个s然后再加ma 那因为它是第二个单词 所以也要加两个a在后面 同样的goat这个单词呢 因为g是非原因 所以呢把它加到t后面之后再加ma 第三个单词 然后再加上三个a 好 Latin呢也是同样的道理 L呢 是一个非原因 加到n后面之后 加ma再加四个a 好 那其实这个东西呢 就是包括后面还有第二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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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叫什么 第二个例子 对大家都可以就是大概的去理解一下 那么这道题目也不多说了好吧 他就其实就是考察的重点就是你这个题目意思你有没有理解 然后并且你string上官的一些方式你会不会用 那我们具体来实现一把 首先我肯定还是去讨一下coner case对吧 那如果它是空或者说它的长度是0 那我们就返回空就好了对吧 因为它里面没有任何东西的话我也没有东西可以返回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构建shabi 然后呢拆解s 好那发现说它是stringbuilder 对吧 这个就无脑写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需要说的事情就是我把这个string 就是这句话按照空格 然后把它每一个单词分开来 然后把那些单词组成一个string array 那我这个就是小s 然后这个方法就叫split这个方法呢 就是以后面你可以自定义你以什么为标准把它拆分 那我这边定义的是用一个space把它拆分 这样子呢就把一句话里面的这个以space为拆分的这个结果 我以这个string array的形式就把它全部拿下来了 所以我可以拿到这个每一个单词 好 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for loop这个s 然后呢 执行条件 好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执行完了之后我们返回这个shabi就好了 好这个执行条件完了之后 我看看啊 对 然后我再返回一个shabi to stream 注意今天我们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可能会出现这个前面或者后面它是 它是怎么讲 它是一个空的情况 因为 因为我每次我把这个新的单词加到shabi里面之后 为了保证跟原来那个句子它是一样的格式 我肯定还要去加空格对吧 那如果加上空格之后呢 你会发现最后一个空格其实是多余的 然后所以呢 我们需要就用这个trim的方法去把多余的空格去掉 这边如果不理解 我们接着往下看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 好呢 然后我们就开始for loop了 for loop到里面呢 我劝向于就是尽量的把每一步你要干什么 你都把它简化 否则你可能自己有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东西你要绕 你去取它index 你去取它string 去取它char 就会弄得自己有点模糊 所以我们 我先把当前我要取这个单词 我先拿出来 就是根据它的这个index拿出来 比如说我现在拿的是第一个单词对吧 那我要判断的事情 无非就是条件一符不符合 条件二符不符合 以及通用的条件 我都要把它加上 对吧 好 那我们看一下条件一 条件一就是说它是原因 那这样子我们就判断一下 如果说它是原因 第一个字母是原因 我要干个什么事情 我就把它放到这个shave里面去 那就是这个单词本身 不动加上一个ma 是吧 那注意了 这边我这边不是写了一个 它是原因的这个function吗 因为这个东西会被反复用到 然后并且它还会被第二个弹性用到 所以我这边我就倾向于把它写一个half function 这样子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的去code它 这样让你的整个代码看起来 也会更舒服一些 对吧 你不会全部挤在一起 感觉就感觉你每一个模块 你每一个function做的什么事情 大家分工都很明确 好 那我这边做一个判断好了 是原因的话应该是什么样 因为是这样 我判断它原因的话 我就想说把当前这个字母 全部变成这个小写 因为它有可能是大写 有可能是小写 那大小写 而且我不用多次判断 我只要判断它是小写的就好了 所以我就把它转成这个lowercase 好 然后如果说这个等于 应该是等于A 或者说 粘一下 就是等于AEIOU的任意一个嘛 对吧 够了吗 AEIOU 好 好 如果是这样呢 我们就直接return true了 否则的话 我们就return false 就表示说它这个是 它这个就是非原因的了 好 那这样子呢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进去 带到第一个条件里面去 那我要做的就是我当前这个单词 我再去取它chariot 0 对 好 之后我们再去看第二个条件 第二条件说 它是非原因对吧 非原因呢我就取个反吧 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呢 跟第一个很类似 但是有一点点差别了 我取它的substring 然后呢 1 就index1以及以后 就是这个东西substring 我之前的视频也有讲到过 你怎么样去记忆substring它取的 就是前后两个parameter 它是不是取到呢 就是它是取前不取后 明白这意思吗 就是index1是取的 就当然我这个是说 从index1开始往后取 取到整个string的最后一个 嗯 最后一个字符嘛 那有可能说 比如说是12 15 好了 15这样子的话 其实就是index1是取的 但是index5是不取的 也就是index1到index4 是取的 好 这个取前不取后 你就先给大家回顾一下 完了之后 然后我再去加上我第一个这个字符 再加上统一的这个ma 好 那这样子呢 我们就把两个条件都已经写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处理的就是它这个通用的条件 通用条件就是说 你不管符合哪一个条件 你都要操作的 就是 你如果是第几个位置上 你就需要去加几个a 在这个单词的最后 那我这边方就直接把它 因为这个i是我现在走到第几个单词的那个证明嘛 所以我这边用另外一个j 只从0到i去做一个便利 那根据它的这个i的大小 我来判断我upend多少个a进去 好 之后呢 这个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所有提供给我们的条件都已经摆进去了 但是注意这个时候 你最后出来的结果 会是每个单词之间是没有任何空间 没有空格的 也就是说你一开始进来的是这个 对吧 我这边举个例子 一开始进来是这个 然后我们把它变成了这个 我们是想把它变成这个 对吧 但是现在我们做的事情呢 就是把它不断的往这个傻逼里面apend了之后 我们会发现 哎 我们出来的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们需要干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空格加上去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可以单独在apend这个空格进去 是吧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最后去做一个tree 也就是最后这个 Aa啊 我这边又加了一个空格 又加了一个空格 这个地方我需要把这个空格给抹掉 然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好 那么看一下还有什么没有写的 ok 先跑一下test case 好看上去是一样的 对 停转一下 ok 那么通过了这道题 这道题 对 我们再复盘一下这道题吧 这道题其实就是 我刚刚讲的这个英文的阅读力解题 你把两个条件放进去 再把一个通用条件放进去 然后你大概的就是用一些 也就是有跟string相关的一些方法 然后去实现你的substring也好 实现你的这个判断也好 或者是把string 转化成这个ray的方法也好 这都可以实现 那么它这个地方 其实它的时间复杂度的话 因为我这边也只是for loop了一下这个东西嘛 所以它是一个on的一个时间复杂度 n的就是这个string的这个lens 那么空间上来讲呢 因为我们开辟了一个string array 然后这string array呢 也是这个单词的数量 那单词的数量的话就是 对单词数量 好 然后呢 它这个 这傻逼呢 傻逼就是不断就是往里面append 就是这个所有这个字符的个数 好 那对 这道题呢 我们就先介绍到这边 也是一道非常 非常容易上手的题目吧 那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看一看做一做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然后大家晚安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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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